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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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一个小时骑到冰江 然后呢再从冰江那边骑这自行车去 去找那种小店去推销我们的产品 基本上把我整个的这个 或者说把我们这一类 我们都是名牌大学生啊 把我们的预值就打开了 预值一旦打开 我觉得 基本上这些事情都能做 都能做得了 我觉得创业来讲 一定要是敢想敢做 我今年三月份开始学打德州扑克 我们想做大一个底池 在什么时候可以赢大钱 别人做大牌的时候 你才有机会赢大钱 今年一月份跟弟弟打车 打了这个烧钱大战 两家一起来送乘客钱 就是这件事情 就相当于我们两家企业 共同在做大这个底池 把这个底池做得非常大 别人也想赢大的时候 你才有机会赢大的 创新呢 我觉得怎么说呢 创新是一个结果 对吧 首先我们不会为了创新去创新 我们也没想着说 我一定要做点跟别人不一样的事 更多的是把我们之前的经验总结 我是让你要清楚 做那个事情的原因 逻辑 把那些逻辑总结出来 总结出来之后 评议到我们的新的平台 再发挥出来 这个流程其实就是一个创新的流程 我们在一三年的年底的时候 我们在北京的市场份额其实不高 怎么去推审可 我们当时发传单 一般人怎么发传单 可能跑到地铁口 派一两个小姑娘去那边 一个人出来了 给她发一张传单 现在都已经移动互联网时代了 社会化营销的时代了 还用这种传统的方式去发传单 这样是没有前途的 我们怎么发 我们要通过社交媒体扩大出去 什么人在社交媒体上是最有影响力的 就新浪微博上面那些大V嘛 我们当时在北京列了一百状楼 把北京最有影响力的人出没的楼 工作办公楼圈出来 我们定向向这些楼去发传单 这些楼如果发到一个人 那这个人影响的就是几十万 十几万的粉丝 那这个影响力是比我在东芝门这个地铁站 站那发一周都要影响力要更大 那个时候在北京那一段时间又有非常多的这个有影响力的人在去微博上去晒我们发传单这件事情 当然在北京的这个订单量是涨了很多倍了 我想这个事情呢 你说这算不算创新 这也不是什么技术 但是我觉得把这件事情做到非常好的程度 把它做出来价值了 那我觉得这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发传单的创新 去年13年4月份的时候 深圳有发过一篇文 说是这个政府部门喊停打车软件 刚出来的时候啊 我们是感觉有很大的压力 但是呢 其实我们转念一想 我们就在想这件事情 我们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 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给社会产生价值 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 有一次我们做版本升级 当时有一个人在微博上就发信息给我 说你们升级版本之后 我就不能用了 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不能用 他说他是一个盲人 我当时也比较惊讶 后来呢 我就让我们跟我们技术讨论 跟我们产品讨论 我们觉得能够让他们去使用这个产品 还是更能体现价值的一件事情 是会让大家更有成就感的事情 盯着我们的技术 专门开发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版本 其实他们通过一个读评软件 就可以去进行一些操作 盲人本身在线下去叫车啊 他们都没办法叫车 他站在路边 司机离那么远 不知道这个人是盲人的 对吧 也不会做一些特殊的优待 现在用智能手机 就可以让这部分人去很方便地打倒车 我觉得只要是我们真正在做一件有价值的事情的话 某些个别的这种地方交通部门的一些短期的一些政策 或者说是影响 这些都是会被冲破的 传统的网络啊 如果是两季时代 传输的内容啊 就更多的只能是文本信息 那有了三季四季之后呢 你的语音传输才能成为现实 如果没有智能手机 就这种什么GPS的这些信息的话 我们也没没办法进行订单的准确的推送 技术就像一条路 这条路达到了村村通 我们在这条路上才能做很多的事情 我们通过这种智能手机 通过我们的这种信息交换平台 能够让我们服务的用户也好 司机也好 任何地点任何时间 我都能够随时随地地达到一辆车 再也不会为出行做烦恼 我自己一个比较懒的人 科技的进步 我觉得就是让人能够生活得更加舒适 所以我将来呢 我就希望说我们能够躺在床上 把很多事都办了 堂而皇之地继续揽下去 让人变得更揽一些 亿万人使用的意义 并不是创收与利润 而是严寒酷暑的路边 少了些等待的乘客 何是一种创新 我是新的生活梦想者 赵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